将夙愿书装入信封袋 坚持反对深澳电厂 新建的新北市政府展开反制措施 正式向中央政府提出夙愿 我们的学者专家不断的建议 不断的呼吁 从专业不断的提醒 空物的议题 生态的议题 健康的议题 听不到学者专家的建议 你听不到我们地方的担忧 你听不见民众在底层的怒吼 新北市环保局长强调 台电有异物 要与辖区新北市政府 做妥善沟通 不过不仅台电无事 主管机关经济部及环保署 也毫无把关 义务律师团更强调 电厂新建地本来就属于保护区 依法不得开发 环保署一贯的说法 这是一个环差程序 所以我们只要新的方案 比旧的方案还要好 影响还要小 这就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旧的方案是民国几年提出来 是民国95年提的 当时的空气污染跟现在的空气污染 事实上它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民国95年的时候 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健康风险评估 面对中央政府执意要让深澳电厂 新建案火速通关 新北市政府硬起来 不只要捍卫北台湾的蓝天 更要维护民众的安全与健康 环宇新闻 辽文普丁上辰 台北报道